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可力呼 又到了开心的开箱小泽单元啦 自从前几年小布的专利到齐之后 市面上就一直有很多致敬小布的趣味折叠车出现 有颜值很高的质感直笔小布的 也有放大或缩小的 今天的这个也是非常有意思 这个是七段外变速还加上了叠煞 而且完成度楼与精致度都算是很厉害 蛮有趣的 那这个就是它的盒子 是从香港来的 是我开车店的朋友在卖的 叫做RUHM 七速 打开盒子里面就是跟小布折叠车一样 是几乎都完整组装完成 然后整个折叠类似成正方形的样子 再包起来的 你把一些锁的配件给装上去 然后按照标准的小布的展开方式 来展开就完成了 我觉得小布发明的折叠方式真的是非常的棒 而且很幸运我已经练习很多次了 几乎到了反射动作就展开这列折叠车的地步 来进入开箱音乐 那这个就是RUHM的七速小折 它这个是水泥灰色的 而且还是半反光的 就是那种没有反光 但是摸起来还是有点滑滑 类似蛋壳光泽的那种烤漆 蛮有趣的 我注意到这几年来 汽车也开始出现这种类似水泥色的涂装 这个颜色感觉是还蛮新潮的 车上亮晶晶的配件也是很吸睛 尤其是这套镜面的变速系统 一整个配色与质感是粉粉亮亮 外观的部分可以说是蛮新潮的 折叠的方式呢 自然就是跟圆主小布是一模一样的折法 不会说小布发明的这种折叠法 应该算是市面上最棒的折叠法了 很棒的一个特色就是折好之后除了小 那零件呢还会互相扣住 拿起来是非常的方便顺手 那它折好之后跟小布相比是这样的 自然是几乎一样的大小 重量部分也是几乎一样的 展开就是完全跟折起来相反的步骤 练几次之后呢就是靠直觉也可以展开 展开之后整个外观的比例自然也是跟小布是一样的 不过在细节上面导致有做一些不一样的趣味设计 这些金属的部件也都刻意有把它给做可爱 实际用起来也是确实蛮精致 触感很不错 大盘的部分哦 这个车用了一组一体式大盘 结构是跟我们熟悉的公路车大盘是一样的 圆珠小布上面用的是所谓的四方轴臂臂 就是像这样转转转的东西要放到自行车中间的洞洞 然后曲柄固定在两边的方形轴上面 而灰色小布是用这种结构的大盘 像是公路车一样 那这款车上还直接附了一个厚货架 做的还蛮漂亮的 也有可爱的轮子在上面 我这一台还有一个轮子是卡卡的 我研究了很久也不知道为什么卡卡 当然你如果是在店里头买的话 老板是一定会帮你调整好的 不过还好我这个小轮子在功能上面还是OK的 另外我注意到这个勾勾的设计也是有点巧思 你看圆珠小布是用这样的勾勾在折叠的时候 让自己不散开 接触的地方就会掉漆 所以贴一个胶布来保护一下 而这个车啊这边有特别做一个凹槽 前叉旁边还有做一个圆圆的 就是这样很巧妙的放进这个勾槽里面 像是这样就固定住了 是不是蛮有精品的感觉 而这个叠煞部分可以算是这个小车 跟圆祖小布主要的差别之一 它是配备类似JuneTech那种线拉油叠 轮子小小的还配160这种大大的叠片 我会说在视觉上面真的是看起来很亮丽 给这个车一个很新潮的那种feel 不过实际用起来 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这个叠煞 有比圆祖小布上面的框煞厉害 圆祖小布上的框煞 同样是煞车煞得很好 而且我觉得小布上面这个煞车 是用品质很好的零件做的 这个煞车的手感甚至是比叠煞的还要好 而这台车呢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这个变速器的部分 这个不仅仅是外观亮晶晶的炫目 它是真的变速变得不错 而且变速的速度跟准确度也是很优秀 最可爱的地方 是它操作起来真的是超级容易操作的 你看圆祖小布上面这个六段 是内三段加上外两段 我不会说这个是慢 你练熟之后这个也是一样可以操作很快 不过这个确实是在操作上面复杂了一些 机械结构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只能说它有一种诡异的美感 而这个呢就是很直接的七速外变速 设计原理就是跟公路车一样 蛮简单明了的 不过它下面这个导轮的设计是很特别的 这个很明显是专门为了这种折叠车而开发的导轮设计 运作的是相当的好 真的是让人很赞叹 然后我注意到原来整个后三角竟然是不相同的 这个变速并不是可以直接移植到圆祖小布上面 它们没有办法互换零件 这款小折的后三角有为了装这种变速器而重新设计过 感觉到它为了装这款变速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 它实际骑起来的感觉自然是跟小布斯非常的相像 因为几何是几乎一样的 不过真的是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这个变速器的可爱 这个变速器真的是变得又快又准 甚至是跟公路车一样可以一次退三档 这个操作的感觉还真棒 齿笔来说呢我也是觉得安排得很好 我计算了一下它的这个齿笔 复杂一点来说我把轮进轮胎大盘飞轮等等的放到公式 它的gear inch在最重是79最轻是29 那这个是小布6速的gear inch 我尽量不拍影片做得很艰深 有兴趣的话可以暂停影片研究研究 那我用最简单的话来解释一下这个7速变速的齿笔好了 简单来说齿笔安排得很棒 实际骑起来的感觉是很适合这种折叠车的骑程需要 依照个人的体力呢 最高的档位大概就是可以让你骑到时速32左右 放在第二或第三档大概需要在24到28之间 通勤或在自行车道上运动都算是很惬意 爬坡放到最轻的时候呢 差不多是类似公路车最轻的档位 比原主小布的6速还要稍微再轻一些 我不知道这种7速外变的历史是有多久了 我一直都以为这种改装变速有某种勉强的成分 今天见识到才知道完整度竟然是这么高 但是太惊讶觉得长见识啦 尤其是这种外变速 让这款车换后轮换内胎都比原主小布方便 这一点它真的是非常实际的优点 至于叠煞 我个人觉得在这款车上是造型超过实用 因为你折来折去再来再去 把叠煞压到的机会超过小布上的膝夹 相比之下还是小布的膝夹会比较实际 不过论造型的话 配了叠煞这款车看起来造型就是有比较新潮 是吧 会不会现在很多人不买西夹公路车 是因为西夹看起来很不新潮呢 好啦 这就是我七速叠煞另类小布体验 非常感谢你的观看 麻烦按赞来支持一下频道 还没订阅的朋友也这次来加个订阅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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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